大家好我是最眼的今天为了带来一个全荒零二凤云再起的时光点说今天还是有小石头对战 岛主双方天气一个无规则你看卡赛波轰的是非常疯狂 但是你千万再哎大招抓住 这个抓非常的精准呢 让岛主一胜血不多 轻手一摸 哎后撤一下响顶 想来一个重拳但是没有唠叨 还剩一滴血跳轻腿逆向直接结束 双方又进入到了第二次 第二局来看岛主第二个角色 这个卢卡尔也是非常的猛啊 出招 咱们来看岛主的猴子 哎 轻手 对手不上当 来看卢卡尔还是被飞 猴子在寻找逆圣的机会 来看卢卡尔轻手在缝缝的板边 如果中了的话直接就是BC了 我感觉这卢卡尔 下不了点轻手 哎 轻手在连后撤 空中小调风一下 猴子继续现在狂自弹是 差点又被抓到 哎呀 卢卡尔也给他一个超比杀 猴子暴击没有连上 哎 跳轻腿逆向 跳轻进攻 后撤一下 猴子现在继续一个逆向过顶 跳轻腿 好的 现在卢卡尔递波 递波抓比杀 再次把这个岛主给拿下 所以我们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岛主第三个角色了 看岛主要不要爆发一下 我们来看他的金 哎 一脚踢到队手闪身 比杀击狂踢 卢卡尔跑步过去跳轻腿 去寻找机会 哎 跳轻腿逆向 我们看后撤一把 大招打空 金家帆完全找不到机会吗 现在卢卡尔又找一个逆向 哇塞 是压着金家帆在打呀 金家帆想冲也冲不出来 哦 轻手bc 直接接上一个 超比杀技 穿森对手啊 哦 这一次有点太疯狂了吧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岛主要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继续给大家 一个强儿的结束 因为这个不强儿的话实在太短了 下面来看岛主选出了 龙二这局 看有没有机会 哎 采剑者浮空 跳轻腿 既于压制 小吃都现在又压了过来 一套bc 但是没有抓上必杀 采剑者浮空 跳轻腿 下不经手 啊 岛主这局也是 也是一个急了 你看连续的卡赛波 让他没有办法近身 哎 对手一个超逼 差点被顶 双方拼捡的手术 谁先出撒 卡赛波谁就挨打呀 就这么一个节奏 只要被防住 快如闪身 一脚踢开bc 下不良点 这种闪出 但是超必杀机打空 双方这个防御能力 做得都非常好 来看地步走一下 哎 向前虚晃一次 小石头这一局有点懵了 刀主好像认真起来了 快如闪身 闪身就抓一个必杀机 采剑者结束 下面来到第二局 第二局来看小石头 他第二个猴子 猴子也是比较赖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凤云在一起 打位子的话 哎 跳青嘴 现在直接闪出 大招打空 猴子又接一个轻手 卢卡尔想抓也抓不住 被猴子直接怼回了板边 超必杀机 直接就是狂怼 跳青嘴 暴气 暴气出下半点 哎 bc过后 但是还是住了个裁剑者 裁剑者超必杀打空 猴子超必杀也没有连上啊 真是有点可惜 都有所失误 卢卡尔再给他来一个剪刀角 超必杀 哎 他就算准这个卢卡要出卡败波了 就怼过几个超必杀 这个欲 啊 大招打空 猴子再次一个狂子 直接在撞死 什么又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我们来看龙儿了 看龙儿这次有没有好的操作 舌边甩起 猴子小跳 哎 轻的bc 直接出了个隐藏 这样龙儿防不胜防啊 隐藏其实就该这么出 这样的话 对手没有做好出手的准备 出招直接进行隐藏 但是这一次龙儿已经算准的会这样做了 高手一般都不会直接出隐藏的 哎 重腿可以闪身 大招打空 猴子再别一下 跳成腿 一下 后后过来bc 猴子 中爪一挠 哎 起飞咒bc bc过猴子 猴子一个超必杀连了 过去 这个猴子套路太深啊 让人太佩服了 先来到第四局 看导主最后一个角色了 来看他的 金 哎 直接起飞 金家帆一脚带 没有压住 猴子又上隐藏 哎呀 金家帆的超必杀也没有连住 这一次 运气不好啊 来看猴子还会不会再出一个隐藏 给他赌一把运气 飞烟斩旋风腿 没有血了 猴子已经 哎 没有血了 头肌被拆 如果在金家帆再放光压制 又来一个隐藏 金家帆飞烟斩 将他自己拿下 这次运气就都没有那么好了 下面来到第五局 第五局来看龙二现身 猴猴过来进京 一脚再提没有压住 龙二继续一个小子 狂呀 现在开始连续插刀子吗 这一招是更赖啊 这个连续插刀子 下次再BC 大招打空 哎 一把再抓 几家帮想来一个后路 也没有偷到 来看 龙二继续现场 突然一个刀子插了过去 一把抓住摔过去 起身 压了一个起身 结束 这个龙二也太赖了吧 真真是赖神呢 但是吊血量并不是很多 这一招 现在肩膀还有一线生计 哎 大招起飞 如果被踢到 还是可以赢的 但是没有踢到 点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